大家好,我们要报告的主题是 小钢铁行动台湾金属创业馆国小学童团体导演企划案行动研究 以上为我们的报告大钢 哇,好大好酷的金刚哦,这里是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题,台湾金属创业馆 台湾金属创业馆结合在地文化制作监视展览品 以及大型金刚在台南各地展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因此我们透过接洽与董事长进行访谈 那你们在访谈后有发现什么吗? 进行访谈后发现台湾金属创业馆为全国第一家本性观光工厂 也是全国第一家特粒子公司 而面临的问题为目前广方导览方式较适合大人 以下为我们的研究目的 最主要为希望能设计出符合广方需求的导览企划案 并达到产学合作的效果 以上为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我们结合所学将商业概论商业经营职 以及计算基概论应用在我们的报告内 我们继续所有的分析配合访谈内容 理定企划案的方向 夜市方面导览内容只有一种 较适合成年人理解 机会方面国小学童参访机会增加 因此我们决定理定一套 针对国小学童团体导览的企划案 本主于假日前往台湾金属创业馆进行观察 那你们在观察后有发现什么吗? 我们发现参访者对花人部分交感无趣 而管方也未对金属部分夺作相关的解说 此为我们的研究企划实施流程 于第一次实施后进行修改 再进行第二次的实施 然后进行第二次实施检讨 于焦点团体访谈 进行企划案的确认 于修改后正式移交给管方 此为我们设计企划案的活动目标 主要为提升国小学童参访的满意度 以及增加金属相关的知识 因此我们增加了游戏的互动 以及学习案的填写来达成我们的活动目标 我们于企划案实施前 与导览人员进行访谈与评估 内容与过程方面需避免 实惠过于健身并注意游戏的安全 本组总共进行两次导览实施 此为国小学童团体导览第一次实施 由本组组员亲自带领导览 小朋友看中间这个形状像什么 中间这个形状仔细看一遍 爱心对 那你数一下它有几个 一二三四六 六个对不对 这六个爱心对 代表的是志刚公司的六位创办人 还有前提上下同心的意思 所以这个数叫做同心 那等一下会点 老师也会继续玩 然后老师在里面 老师会怪党一队同学 像是搜索这样 你刚打你之前 你刚才叫其他人 你叫一个名字 那老师就会顾不上他 你刚才一直这样接下去 被老师打到那个人 那你们在第一次实施后 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于第一次实施后 发现问题并询问国小教师意见进行改善 主要为将学习跟上标识商注音的改善 上途为国小学童团体导演第二次实施 由本组组员亲自带领导演 它很厉害哦 它就对剑狮金刚 跟旁边两只不一样哦 它有个特征 它剑狮金刚上面的有三种动物 你们要不要过来找找看有哪三种动物 它是剑狮金刚没错 以上为由本组组员亲自带领学童 进行室外游戏导演画面 本组所设计的游戏氛围 踩出好运气 大家寻宝趣 好踩头 以及打击魔鬼 那你们在第二次实施后 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于第二次实施后发现问题 并与国小教师讨论 主要为增设知识性游戏 以适用于纲练机身 接下来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问卷对象为设计企划案前 国小学童 以及本组一二次实施的导染对象 而导染满意度为最需提升 也提升最多的项目 选回问卷内容后发现 最喜欢的区域为可爱动物景观花园 可以看出本组与花园设计的游戏 是有效果的 能增进知识方面满意度 也有提升的迹象 可以看出本组所设计的学习单 是有效果的 无需改进的地方为最多 可以看出参访者认为多数 却势力改善 本企划经过两次的实施 修正以及满意度分析后 与董事长及官方导演人员 进行焦点团体访谈 并讨论实施的可行性 以上为官方给本研究的建议 学习单方面主要为增加 金属触觉感受的相关问题 游戏则要增加知识性 官方肯定本次企划案并同意于修改后正式实施 官方同意将学习单放于网路上功能下载 官方同意制作儿童玩具金属小圆盘 此为我们访谈后修正学习单与游戏的部分 我们将计划案修正后正式移交给官方并获班感谢状 研究贡献 官方已于3月10号正式实施本计划案 官方已将学习单上传至网路功能下载 官方已将儿童玩具金属小圆盘制作完成 官方于3月17号于公网推动国小学同校外教学方案 并推广本研究计划案 接下来为本组的结论与建议 以上为结论的部分 与刚刚报告内容中逐项说明 建议的部分 对于导游能源的建议主要为 可多透过提问引发学童来学习动机 对于官方的建议则为 进行管区的道路规划以降低危险性 以上为我们的参考资料 谢谢聆听